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金价依然是在1320美元以下 油价则出现在次下跌 目前是回到了61美元以下 从最高点的67附近下跌接近于10%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现在美股遭遇连续下跌 或者说是稳定的话 那昨天美股是再一次狂跌了超过1000个点 有没有什么原因 还是没有重要的原因 或者说明显的原因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我水平有限 那我自己呢 在过去的一周也是反复在查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股出现这么多的下跌 但的确从上周三到现在呢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因 或者说我们一个可以冠冕堂皇的套上的 能够匹配这2600点下跌的原因 你可以说是美联储换人 你也可以说是美国的通胀指数稍微高了一些 但这些不论是这些消息也好 还是这些因素也好 根本就抵不上2000多点的下跌 但是另一点 就像我昨天提到的是 黄金价格这个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市场避险产品的东西 在面临的2000多点下跌 从周三上周三到现在 并没有出现大涨 反而从1350的价格呢 跌到现在不到1320 所以作为避险产品的黄金 包括了日元等等一些原本具有避险功能的产品 在本次下跌中并没有体现出它们的避险功能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这很有可能说明目前市场觉得这次下跌 并没有引发系统性的风险 换句话说 大家觉得这次下跌 是因为之前涨了太多而回调 而并非是一个金融危机的开始 当然有人说十年一个轮回 07年亚洲金融风暴 或者说是97金融风暴 07年是世界金融危机 现在到了1718年 议论上也有一次轮回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经济在回升 欧洲经济在恢复 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触底开始起步 所以总体上来说 似乎并没有一个 引发世界金融危机的触发点 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并不是有金融危机来发生 因为这个对所有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那么除了说这个事情以外 今天我们再要看一下另一个产品 就是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一起看好的中国的A50指数 A50指数之前从最高点接近于15000点的高度连跌了一周 目前的价格今天最低的时候达到了12600点附近 跌幅也是2600点 但是注意 美股是26000跌到了23000 中国的A50是从15000跌到了12000 跌幅是超过了接近于20% 没有到20% 我要说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面的两条线是日线级别的支撑线 它今天一度是打破 这显示出这个A50具有强劲的 不是 在今天一旦如果最终收盘是跌破了这下面的实线 那么A50之前强劲的涨上涨很有可能会被改变 所以说今天我们做的特别是投资中国A50的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 这个底价12600附近或者700附近的底线不等跌破 一旦跌破 问题非常严重 那如果没有跌破 开始反弹怎么办呢 如果开始反弹 那我个人非常长期还是看好A50产品 所以说现在的价格如果真的之后证明是底部的话 那么这个价格是非常好的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也是去年曾经那一次回调时候的低点附近12800 这个价格我们应该引起重点贯注 好了 今天晚上在这个晚上8点半的时候呢 英国会释放他们的制造业产出数据 到12点半 加元加拿大会有失业率数据 因此今晚的英镑和加元会比较波动 各位要引起注意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典命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